他批学生排列整齐 大家拱着身体双膝跪地 双手按在地上 不断地在磕头膜拜 仔细看其实不是在磕头 原来是高雄奉心高中一年级新生 正对着地板练习CPR 画面都被台上主任拍得下来 发文说全员急救中太可爱 还打去说是奉心教的入教仪式 还蛮有趣的 因为没有急救对象 学生对着地板练习按压动作 看起来真的很像集体膜拜 画面引发网友热议 有人开玩笑问说 是什么邪教仪式 大家都好虔诚 还有人问可以把地板救活吗 而这样的急救练习 其实是奉心高中 行之有年的传统 都很强调CPR的一个概念 我们应该是十几年的历史 都有安排上的课程 考量到说要同时 六百多位学生就进行 基本证明书的操作 包括每个人都要准备 去安理 还有实际上的 这个自然难行之处 有点像预行的概念 这样他们这样做的话 就会比较容易上手 之后的进解课 应该都会慢 那个教室里都会有安理 可以做实际的练习 原本正经的CPR动作 因为学生们排排跪着 集体练习 画面看起来就像某种入教仪式 也意外在网路上引发话题 民事经文南部综合报道